有一群比自己还要了解自己的粉丝 大概就是作为一个艺人最大的骄傲了吧 一个小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啊 他们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这默契小库服啊 索尔个吴亦凡亮相上海 为其代言的品牌活动站台 牛仔外套搭配黑色修身长裤现身的凡凡呀 一出场就引来现场迷妹们的尖叫 主持人大概是被粉丝们的热情吓到了呀 于是想要跟尼尼凡凡来个快问快答 好让台下的妹子们冷静下来 嘿没想到啊 这恰好给了他们发挥的机会 每一个问题都被台下的迷妹们抢答了 不过尼尼凡也是实力充粉啊 每一个答案都以粉丝说的为准 用单个字来形容自己 对对对对 确实是高不错 下一步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变态 这粉丝简直都是凡凡的发言人类啊 你们真会玩 不过一码归一码呀 该是凡凡来答的还是得他来呀 不然小酷我没法交差呀 凡凡这次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来的吗 那就说一下自己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吧 还有私底下偶像包袱重不重啊 私人行程要不要化妆啊之类的 我觉得看 主要看自己的工作需求跟行业吧 就像这个行业你像很多时候拍摄啊 或者什么时候你必须要戴妆 那其实私下的话我是从来不会化妆的 那你几个时候会戴一些实际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吗 化妆品就不会了 对护肤品的话就是 像我刚刚说的洗面奶 还有一个保湿的这种护肤的这种水吧 那你会不会涂着防晒这一块 不会 不太会啊 那这一块还这么白呢 我没有很白呀 我其实挺黑的 我特别黑 就是还真的没有 我觉得对呀 美白剂 我回去研究一下 防晒 还好吧 就可能化妆师会帮我涂 我也不知道涂了什么 好吧知道你天生丽质 不用护肤不用防晒 无论怎么折腾都是帅的 小库不给自己添堵了 跳过这个气人的话题呀 下一个问题还是替粉丝问的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大动作呀 比如新专辑或者演唱会什么的 接下来没有什么大动作 小动作吧都是 对就是随随随的动作 全娱乐这么任性真的好吗 上海报道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